天氣頻道過分炒作天災威脅 天氣頻道在風和日曆時收視率很低 然而有災害使得相反 颶風艾琳為天氣頻道帶來空前最好的收視率 新的熱帶氣旋正威脅著美國墨西哥灣一帶 包括卡地亞颶風 天氣頻道應該很高興 天氣頻道記者以為恐天下不亂出名 即便狀況還不致危險 如果天氣預報總是誇大 每個可能發生的天災 當災害真的來臨時 美國人還會把報導當真嗎 想成為我們的動畫人物嗎 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啊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